好 歡迎收看Custle Tottenkopf 這是來到第八層實驗室B區 一開始這個地方呢 秘密地點 然後秘密地點 這關給的補給不是很多 一開始這個地方當然 推動這個秘密地點還是會給你一些槍之類的 這一關就是非常完美的從左往右探索的類型 但是我這邊想先把這些敵人先清掉 這四個門裡面的敵人都清掉 這樣的話方便說明問題 等一下是從哪邊到哪邊 好了 最後這個有點特別 就是最好讓他死在這個門上 這樣的話對我們到時候攻略這個門的 有很大的便利 好了 不管那麼多了 從這邊走 第三個秘密地點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總是覺得這個骷髏是在笑 還要錯覺嗎 我可以用這個 嘿嘿 嗯 感覺不錯 這個連發手槍的效果雖然說不是很好用 但是也確實能解決點問題 這裡是血量 這裡是子彈 拿一個子彈 好了 那走右邊 然後這邊呢 記得好像有 欸 他也忘了 先回個血 實在說並不一定這麼怕 好了 左邊這個機器呢 這個是秘密地點 第四個 裡面就是一圈的金塊 來 簡單清楚有沒有拿完 按說 SDL版的話呢 基本上不用擔心說漏了 如果是DOS版的話呢 有可能是拿不到東西的 到這邊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 咦 已經 我們是轉了90度了 已經 嗯 好 繼續往前 然後這個地方 嗚 可能忘了 左邊還有一個 然後這個地方 第三格 右邊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秘密地點 然後裡面呢 有一個Uber Armor 那肯定是 留著最後在拿的了 這裡頭呢 有非常多的便衣人 對 用用這個 但是 其實效果並不是 那麼的好 可能還沒死完的 這邊過來可能還有 現在看起來沒有 檢查清楚這些角落 按說 敵人應該會全部出來 但是說不清楚 最遠處的這個 這個房間 這個血跡的牆 是第六個秘密地點 嗚 又把他忘了 今天不是很好狀態啊 老是把東西給忘了 回去再拿一個藥包吧 不要拿錯盔甲了 這個盔甲要留給最後用的 嗚 還有動作 看來要回去 一開始那個 起點那個地方 來打點補給了 確實打得不是很好 在那個 推出來的秘密地點裡面 我記得射兩個頭盔 欸 不是啊 兩個藥包 欸 無所謂 按說 不要太亂來的話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剛才就是太亂來了 亂衝 好啦 這裡拿到金鑰匙 只有血量啊 沒有 可以講 欸 問題不大 然後呢 回到外面這個地方來 那我們再轉90度 這次探索金鑰匙們 我記得敵人不只這麼少 我記得敵人不只這麼少 因為這裡是相當多的敵人 好了 好像沒有了 那行吧 然後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稍微破格一下網 貼右牆走 可能稍微方便一些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是沒有東西的 就是這樣一個繞圈圈 然後這些地方呢 應該是敵人原始的地位置 基本上他們都出來了 這邊左邊其實也沒有東西 繼續走 把這個機箱手幹掉 然後呢這裡頭呢有一個SS 把他幹掉 拿上這個MG4 然後趕緊把這兩個敵人掃倒 好了 在這個 在這個房間裡面的 右邊這個地方 有一個秘密地點 再有一個秘密地點 這樣的話 裡面呢是幾個寶箱 稍微小心一點 不要踩到那個泥漿 這個 或者這個毒液 那個毒液的傷害實在是太高了 這裡頭呢 我記得有 是他 我老是忘記 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關我好像記的 不是很熟的樣子 老是忘記東西 找不懂 拿上銀色鑰匙 這邊可以拿到SDG 還有很多SDG的子彈 不過我們 現在 感覺沒什麼衝 沒什麼動力用SDG啊 兩下子彈就用完了 普通的又少 好了 最後一部分 就是這個地毛 這個地毛裡面有很多的敵人 我就喜歡這個推到外面來打 所以 為什麼要專門 讓一個人死在這兒呢 最好呢 有一個科學家 死在那個地方 然後把門擋住 把門hold住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 用這種方式來玩了 用這種戰術會特別特別方便 所以為什麼一開始呢 要把那個人 搞死在那個門口上面 讓他把這個門hold住 這樣的話呢 用這種戰術會特別特別方便 沒這麼快結束了吧 按說還有很多的便衣人會出來 就是說左邊肯定有一個 可能右邊還有 你這手槍老 你也敢出來 應該差不多了 有人說話是正常的 因為有一個人呢 是被卡在角落裡面出不來了 所以說 第一次也是花了我很長時間 才把最後那個敵人給找出來 好了應該差不多了 到現在這個情況 好了這邊 破格先走左邊 還是一樣 然後這邊的話呢 實際上是沒有任何東西了 只是這裡有兩個門 這裡頭呢有三個科學家 然後呢走到這個 這邊武器庫呢 是一些火焰噴射器的子彈 如果需要的話可以過來撿 然後走到這個角落 按動這個 生化廢料的標記 再按動右邊 這裡有一個便衣人注意 把東西都拿上 然後這裡有一條命 正好補充一下我們的盔甲 因為 花了很多這裡 跟敵人戰鬥的時候 好了 可以看到銅鑰匙門在這 實際上銅鑰匙很近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但是呢 記住這個地方有一個敵人啊 這個 包漏了 好了打開銅鑰匙門 沒有敵人在這裡 這裡有一條狗 蛤 過來 前面呢會有一個SS 把它幹掉 不行了 然後這邊過來之後呢 有消耗那麼多的衛兵 然後這邊過來之後呢有消耗那麼多的衛兵 先用一下單池吧 不用每次都這麼誇張 還有嗎 還有嗎 最後的這個水池隔壁是最後一個秘密地點 按說什麼東西都全了 就差這些寶物罷了 繞一圈 然後在中間這個地方繞一圈 可以看到 八八殺敵 十一秘密地點 七十六個 寶物全部都全了 那我們現在是時候呢 回去把 該撿的東西撿上 子彈啊什麼之類的 這個子彈滿了嗎 滿了 嗯哼 是這裡 然後我們去 先把這個子彈撿了 去對面這個門 專門留下的Uber Armor 就在這邊 好的 那這一關也不是很長啊 兩下就搞定了 這一關打起來爽快感 感覺沒有上一關高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實際上可能差不多的吧 這兩關 或者說這一關呢 沒有很 很好的 巧妙設計 大概是這個意思 也都不是很長 難度呢也是有的 主要是 有那些很多便利人 還有很多 雜兵混在一起的那種房間 稍微小心一點就可以了 這一關基本上 它的設計呢 就是非常完美的 從左往右 絕對不會漏任何東西 並且是這個順序非常的好 當然有時候我破格了一下 可能從 右邊開始探索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只是想稍微 走少一點回頭路 嗯 沒什麼太多的 沒什麼太多的 想法 對於這一關來說 還是比較 怎麼說呢 沒什麼特別吧 但是你說它設計的不好 那又不對啊 我覺得它還是設計的非常不錯的 哦 那麼 這個第八層就到這裡結束 我們下次見面的時候 是第九層 來吧